怒火烧尽九重天 苏桓珍最成名也是最霸道的致命杀招 在天残五祖率领辛残之残之残 与苏桓珍等人大战 但在战斗之中 欢喜佛被慈海肚子化身的龙墨球所杀 苏桓珍见状非同焦气 苏桓珍天哪有花心乎一生 非同高精 人一般恶毒就无强度 天他人一太平 苏桓珍开始 苏桓珍百开四个 苏桓珍之下要反 一成非六 天球比较 我谢谢三国该东 苏桓珍之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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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尽 丢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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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运动全身真气化为火炎猪将敌手 心惨之惨之惨当场化为焦炭 就连身旁的盟友也要为之退避 天堂无阻被此招的气势 吓得面如土色仓皇而逃 从此之后 此招几乎就被认定为 苏桓珍最强的杀招 纵使天侧真龙亦不敢应当此招